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一位高学历外貌靓丽的青年级女生 曾经在台湾广告界的龙头公司工作 年薪上百万 不过她惊觉说这个上班没有动力 日子过得不开心 于是毅然决然地把全部的积蓄 拿来投注在她最喜欢的巧克力上面 于是她打造了全亚洲第一家客制化巧克力店 从浪漫求婚到情侣或好友吵架求和 全部都靠这个巧克力上面的文字或图案 来传递情感 今天情人节 这样的客制化巧克力订单大爆满 为了要赶出货 这个美女老板必须整天赶工 我们带您一起看看这广告女强人 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巧克力达人的创业故事 黑巧克力宛如一块画布 于心灵在上头靠着创意跟美感 洒上一粒粒台湾看不到的点心饼干 或是一笔一画写上的字 丰富了口感增加了视觉享受 在黑巧克力上头的点缀才是重点 因为代表着不同顾客的不同心意 所以就不管是求婚 或者是有可能我曾经碰过是吵架 朋友两个朋友吵架 她上面文字就想 Hate Melly 吵架都可以用巧克力发泄情绪 让于心灵边帮客户做他们的巧克力 越做越起劲 因为巧克力她参与了许多人 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我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是带给我最快乐的 以创业巧克力的最快乐的一点 快乐的全员来自于为顾客 做独一无二的巧克力 这是当初她创业时想都没想过的 你在摆配料的时候呢 其实要摆得非常快 因为在它巧克力凝固之前 我们就要把配料放进去 不然配料会掉下来 那我们弄配料的时候呢 永远原则是从最大的排在最小的 不然从最小排在最大的话呢 大的就没空间 然后这时候在摆面上面的设计 就会不是很平均 原来客气化巧克力 是场速度跟艺术的考验 像是先放大再放小 先摆颗大爱心 旁边在点缀糖霜做成的小爱心 接着撒上细致的巧克力颗粒 另外这一片则是先放上 从美国进口的小熊饼干 加入多汁的台湾蔓越莓果干 依照顾客挑选的食材跟口味 于心灵像艺术家一般 讲究每一样配料 放在巧克力上头的摆设 这是美学的搭配 巧克力啊 它口感非常的丰富 每一口吃到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像我刚刚有吃到蔓越莓 还有苹果干 还有应该是叶麦 所以像它的蔓越莓跟苹果干 是非常好吃 就是不会很干 或者是太甜 有些是死甜的甜 可是它都不会 所以搭配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巧克力吃不腻 颜色上面当然在不要选择同色 然后尽量颜色丰富 会白面上巧克力白面色 设计出来会比较漂亮 那在于口感上面呢 通常会建议大家都是选择 选择蓝的跟硬的一起放在一起 像口感就有对称 根据顾客需要的故事主题 搭配食材去做设计 放在巧克力上头的配料 也不容小觑 有些凤梨又可能太甜 因为它糖分放太多 或者是因为它成熟的时候 是拿太成熟的凤梨去做果干 所以变成说我想要带一点酸心 因为我们巧克力本身就是甜了 如果选很甜的配料的话 配起来口感就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凤梨上面呢 我就花了很多功夫 不光只是凤梨 其实很多配料 我们就花了很多功夫 去寻找最配巧克力的配料 就是这样的坚持 于心灵工作室里琳琅满目的糖果煎 多达140多种的配料 全都是她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样又一样的试吃 才精心选出她最满意的食品 巧克力上头的配料 注重颜色 美感搭配 跟口感的层次变化 但更重要的是巧克力块的制作 深巧克力的耐热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里面的糖分 你跟牛奶 因为牛奶它要撒焦 是牛奶的部分 透过微波炉的多次加热 加速来自比利时的巧克力原料融化速度 现在说起巧克力 心灵头头是道 你看它下面就会融入比较 旁边还要快 这时候一定要把它搅拌得均匀 让其中的部分会烧焦 一次又一次的加热过程 讨厌它的耐心跟用心 在搅拌的时候 可能搅拌技巧 不要把空气打到巧克力里面 不然就会产生很多气泡 其实可以发现余心灵的手 总是闲不下来 不是忙着摆设 就是搅拌巧克力酱 否则就是时时拿着温度计 要让巧克力保持在完美温度 如果你发现巧克力有的下降 没有达到你的温度的话 如果下降 用几秒钟的时间 可能五秒钟 把温度很快地用微波炉提升 然后如果有太高的话 那这时候要快点拿一半出来 放到冷的碗里面 然后等着降温以后 再把它倒在一起 所以这样整体的话下降比较快 现在的巧克力达人 过去可是名广告女强人 余心灵过去任职于台湾广告业的 龙头公司 为了追求她心中的真正快乐 她又回美国念书 而且还去蓝带学校学厨艺 以前在广告公司当然是赚很多钱 然后包括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在华尔街的时候 是赚一年是赚六个数目的 美金 美金 所以我们都是放弃那样的收入 然后真的把全部的资金 全部投入到这个公司 因为我们就是纯粹就是喜欢 因为热爱吃巧克力 她跟伙伴马子超 两个人放弃年薪高达 数百万台币的收入 决定重新投入巧克力的世界 舍去以往光鲜亮丽的穿酒打扮 现在工作服上头沾满巧克力酱 但她说真的比过去快乐许多 所以当时我有碰到一个请听客户 想要写Merry Me 然后我觉得说 我那时候写字的时候 就非常注意写得好慢 比我平常写字的三倍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好特殊 可是发现Merry Me Merry Me写了一次 Merry Me又写一次 第三次是写Vance 因为通常我会觉得说 男生其实是送女生跟女生求婚 可是反而那个字Vance是男生 所以当时就会胡说乱想 这个是女生跟男生求婚吗 好特殊的情形 还是男生送男生 今年情人节订单爆满 于心灵跟员工每一天工作到凌晨三点 但看到不同人用不同方式表达爱意 透过巧克力传递 那一刻充满感动 看到客户这种不同的惊喜 不同的人生中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能够潜入 是带来跟以前为人家工作的时候 真的差很多 像生日的话 或者是男朋友情人节的话 我也可以送这个 就不用去特别的花心思 说要去准备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 然后独一无二的礼物了 有时得赶工到凌晨 却一点也不觉得苦 打从心底做想做的事情 投注满满热情 这一名美女老板勇敢创业 要用巧克力感动人心 传递最幸福的滋味